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 无论宦官和权臣有多大能难 只要皇帝本人不是酒囊饭淡 就总有办法将其各个击破 比如年轻的康熙皇帝打倒了权倾天下的敖拜 因为在古代 由君臣大义所限定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秩序中 宦官与权臣试图控制皇帝本人的行为 本就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皇帝如果措置得当 还是可以保住皇帝的宝座与尊严 但是有一种势力对于皇帝的影响 是任何皇帝都难以克服的 这就是皇帝的母亲 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生母 比如慈禧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大义 为了方便 我们将他们统称为太后 一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 太后成为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 翻开史书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先看汉朝 汉高帝刘邦死后 年轻的惠帝暗若 朝政的核心权力很快为吕后所把持 刘氏子弟虽然在地方当藩王 又有军队 但也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朝廷中的开国元老萧和 曹参 陈平等 更是坚默不语 偶尔老将王陵出来发几句牢骚 也被吕后借助皇帝的命令所夺权罢官 至于惠帝本人更因亲眼目睹 吕后迫害情敌妻夫人与其子的残忍举措战战兢兢 惶惶不可终日 吕后也因此成为了继刘邦之后 在朝堂上说一不二的隐形君主 吕后干政以后 在北魏又出现一个冯太后摄政 冯太后本为北宴贵族之后 施拓跋式的阶下囚占利品 因为出身卑贱 导致其始终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 当他成功问鼎权力巅峰之后 他便把县文帝孝文帝等玩弄于鼓掌之中 纵使孝文帝有勇有谋 也不得不等到他死后 才敢无所顾忌地处理国家大事 唐代 武则天在自己的丈夫唐高宗驾崩后 临朝称治 先后控制着唐中宗 唐瑞宗两个皇帝 后来他觉得 仅仅是控制自己的皇帝儿子太不过瘾了 于是他干脆把自己的儿子废了 自己当上了皇帝 当然他也做过一些形象工程 显得自己对权力没有什么欲望 668年正月 武则天下诏还证于李旦 李旦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他的让位没有诚意可言 于是李旦奉表故让 武则天仍临朝称治 告别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我们再来看看背后是人欲为君主与世大夫 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宋朝 竟然也出现了太后临朝称治的现象 宋神宗死后 高太后趁折宗年幼 得以掌握权柄 并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义干人召回主政 随着折宗的长大 他也和父亲一样 对保守势力生出不满 可是碍于高太后颜面 折宗也未敢改嫌一辙 所以太后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 同样是难以撼动的 就算是皇帝本人也不行 清代的慈禧太后 同武则天称帝一样 都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太后干政 并达到权力顶峰的重要时期 他先是把控朝政 让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 当同治皇帝得病去世之后 他又违反组织 坚持从同治皇帝的同辈中选人当新皇帝 因为当太皇太后 跟皇帝之间差了两个辈分 不方便垂帘听政 如果继续当太后 就可以继续控制新皇帝 在他的如意算盘之下 他选了自己妹妹的儿子 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作为同治皇帝的接班人 光绪皇帝刚入宫时 还是个吃奶的婴儿 因此慈禧太后 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助他把控朝政 君临天下 然而当光绪皇帝成年后 慈禧太后迫于朝野上下 要求他归正的压力 只得暂时去预和援助 把国家大权交还给光绪皇帝 当然这种归正只是形象工程 事实上 他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再盯着 紫禁城里发生的一切 随时准备打压气血方刚的皇帝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等 维兴派实施变法 为此他果断撤掉了礼部四堂官之职 还把李鸿章驱逐出总理衙门 结果光绪出长道运用权力的快乐 就迅速被袭太后的戊戌政变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之后光绪被囚禁于营台 连心爱的女人真妃都被慈禧暗中派人 推入井中杀死 做皇帝做到这份上 也是窝囊极了 而太后在对皇帝斗争中的 绝对优势这一规律也得到了反复应验 二太后占领伦理道德制高点 说了这么多 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了 为什么皇帝永远斗不过太后呢 或者说 即便能斗过 也得等到太后嫁和息去 才能勉强重塑皇帝权威 而且就算是太后肉体殒灭 皇帝的决策也未能偏离 太后干政时代所确定的发展轨道 例如北魏冯太后 与孝文帝亦以贯之的汉化改革 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这种皇权不振的原因何在 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 太后在心狠手辣 独断专行 可除了武则天外 女后 冯太后 其太后等始终未直接走到宫廷政治的前台 而是始终躲在权力斗争的目步之后 对皇帝进行遥控 这实际上就维持了一种 太后与皇帝乃至于朝官之间的平衡 通俗的讲皇家的颜面至少是保住了 不过 要是有人攻击太后干政该怎么办呢 这是否会撼动太后的地位 来至于改变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力量对比 答案是否定的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 太后能够干预政治运行 其所依赖的 正是身为皇帝母亲的角色 而不是女性的角色 母亲的角色属于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制高点 而掌握了这样一个制高点 便使得其对政治的参与显得名正言顺 咋地了 我儿子当皇帝年幼 缺乏经验 老生帮助他来管理国家不行吗 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 中国古代的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 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 他应该做到一致善于无形 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 经常演习各种礼仪 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 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古人以孝道治天下 皇帝不得不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 只有这样 全国的风俗才能更加醇厚 才能弥补帝国在国家治理中技术上的不足 因此 皇帝对于太后的专横霸道 自己很难做出反抗 即使反抗成功 自己也会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 而臣子们也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力下 仅能赞颂专权的太后努移天下 而不敢说三到四 更何况他们自己也常常面临孝道方面的压力 比如万历首府张居正 他就曾被其他文官弹劾 说他没有尽首孝道 因此他不配做首府 近几年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太后干政能够成功 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中 男尊女卑意识的淡漠有关 例如唐王朝的缔造者观隆集团 深受鲜卑文化影响 对中原地区的伦理刚长并不看重 即使是在玄宗时期 依然会出现皇帝将儿媳妇立为皇后的 派人听闻的事情 武则天一介女流干政 似乎也并不稀奇 但是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文化背景与实际的政治斗争之间 并无必然直接联系 否则 为什么唐代甚至是整个古代社会 仅有武则天一个女皇帝 而试图效法前者的为后 与太平公主等 却难以被文官集团所接纳 最终统统败在唐玄宗李隆基之下呢 因此 武则天等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压倒皇帝 来自于吞噬前者的政治生存空间 其决定性因素 应该是他的太后身份与丰富的政治经验 而非性别那么简单 三 太后政治才能异于常人 太后能够在权力博弈中保持对皇帝的优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太后本人政治经验丰富 你看吕后干政时期 整情嫡妻夫人的手段是残忍了些 但她能够控制理智 不把这样一种感性带进国家政治中来 反而始终不渝地遵循老皇帝定下的 无为儿子治国方针 面对匈奴缠于露骨的羞辱 吕后虽然恼怒异常 但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客观实力对比出发 去韬光养晦 而不轻易起战端 因此 在吕后干政的时代 西汉王朝经济发展迅速 虽然匈奴扰边之事仍有发声 但社会整体发展势头 却是蒸蒸日上的 这也为后来的文景之志 于武帝时期开疆破土的事业 开了一个好头 至于素来背后人妖魔化的慈禧太后 其政治能力更是不可低估 慈禧干政时期 先后提拔曾国藩 李鸿章 张之洞等名臣李政 并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处置自由 一大批洋务企业 与新式军队建立起来 缔造出中兴的气象 庚子国变后 西太后吸取教训 支持地方都府 开展新政 派留学生 废科局 裁测荣于机构人员等措施 都是违新党人当年想做 却无法做到的 所以对待慈禧 不仅应该看到他的保守性一面 更应看到他懂得审时夺势进行改革 与之人善任的一面 这种政治素养 正是他能够压制光绪 也设政四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资质通建 拓拔使探 北魏平成时代 唐高宗的真相 务须变法史时考初级 从甲午到务须 庚子秦王与晚清政局